苏式月饼 苏式月饼的制作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较其他月饼为早 现在的苏式月饼除了质量不断提高外 花色品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制作这道点心所用的主调油 熟猪油300克 乙糖50克 面粉700克 瓜子仁60克 核桃仁130克 松子仁60克 糖菊皮丁30克 糖猪油丁280克 蜜饯丁30克 熟面粉250克 熟猪油200克 棉白糖500克 桂花20克 我们来看一下苏式月饼的制作方法 将糖猪油丁 熟面粉 棉白糖 核桃仁 核桃仁 松子仁 瓜子仁 糖菊皮丁 蜜饯丁 还有熟猪油 桂花 活在一起制成线心 семь牛油 promo 锇 radiant merci oro older 去制作 salad 葛 丁大 飯 琅 конт 取面粉分成两堆 一堆放入猪油 胰糖 沸水 搅拌成水油面 一堆放入猪油 胰糖 沸水 另一堆放猪油 制成油酥面 用水油面包入油酥面 把面团擀成椭圆形 把面团擀成椭圆形 然后在两边对折 擀平 卷成卷 再揪成剂 把面器擀成圆形 在面皮上包住制好的线心 然后把它压扁 做成月饼状 在月饼上点缀上印花 一一做好后 放入烤炉内 200摄氏度烤至20分钟 至金黄色集成 这道点心可以采用多种线心 按此方法制成 苏式月饼的特点是 制作精细 用料烤灸 皮薄 馅香